黄河源头雾民首次近距离拍到大规模藏野驴种群 新宁11月20日电 前两天 我在下乡的途中 第一次遇见这么大规模的藏野驴群 真是幸运啊 所以当时赶紧用相机记录下矮 太不容易了 青海省马多县黄河乡党委书记多泰 20日向记者回忆说 平时最多能遇见几十头 这次估计有500头藏野驴 马多藏羽亦为黄河源头 地处青海省南部 果落藏族自治州西北部 位于三江源国家级自联保护区核心腹地 素有黄河之源千湖之县的美称 藏野驴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青藏高原特有有提类物种 其型酷似驴 把杂交而产的骡子 因为烧似马尾 所以有人又称其为野马 生活在4000米至5500米的高寒荒漠环境中 是高原上唯一的野生棋体动物 雾民能近距拍摄到如此大种群的藏野驴 说明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得到完整 系统保护 野生动物拥有足够生存的空间 成为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的天堂 此前都是用红外相机拍摄的 这次牧民首次近距离拍摄 实属不易 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原园区 管委会纪委专职副书记 马多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马贵 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从侧面也反映出 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共享高原净土 这种生存 生活的状态更接近大自然的本色 马贵表示 近年来 马多县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 积极为藏野驴 黑颈鹤 白尘鹿等 各类野生动物种群 栖息繁衍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全县境内各类野生动物种群 数量不断增加 颗